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好 那這邊大家有看到三個很像 看起來很像劉庸 三本書那種名字 好一個自己肯定自己什麼的 但沒關係這個是我這段經歷的感想 那後面我會再介紹它是從它一來的 好那其實我跟大家一樣 就是大家今天可能蠻多人是今天第一次開錢包 然後認識到區塊鏈跟NFT 然後是藉由寶城的介紹 那我其實在一年多以前也是 經由寶城的介紹來進入到 這個新的環境裡面 所以寶城也是我的老師 那時候就是開了一個活動叫寶城玩命之圖的這個活動 還有剛剛大家加入那個群組 他以前也是叫這個名字 然後那時候他就是透過跟一些台灣的 數位藝術家還有稱稱藝術家一起開 這個公開分享的課程 然後把我帶到這個領域 然後那時候我們剛加入的時候 其實都是直接進到Tazel這條鏈 而不是以太 一個是因為包含台灣很多數位藝術家 都是先從Tazel這條鏈開始的 所以在以太鏈 那時候進來的第一個 這個算賣場嗎 或者是你要去找作品的地方 還有藝術家 都會聚集的地方 是一個叫Hikken 我們會簡稱為Hen Hen這個平台 那這個就是他的Logo Hen 那看起來就像是這樣子 跟剛剛大家看到 剛剛寶城介紹的那個OBCKT 有一點不一樣 它其實就像你滑Instagram一樣 就是一張一張的圖片 上面也沒有清楚的任何標價 或者是可能也不是很清楚 看得很清楚他作者的名字等等 那其實就真的像IG一樣 就是一直滑 你可能點進去 你才會看到他的價格 以他販售的歷史之類的 那時候我參與進來 第一個 第一個感覺就是 天啊怎麼會有這麼多很酷的作品 然後 但我到底應該從哪裡開始 其實是蠻困難 因為他就是你就是一直滑 然後你也會開始想說 如果我看到一個喜歡的 然後我點進去 究竟哪一個是他的一級價錢 哪一個是他的二級價錢 也要學著去看懂以外 再來就是 你會好奇說 這東西真的有人會回來買 就是大家都說 買NFT可以賺錢 那你買了以後 誰會知道要回來這張圖去找它 當你整個的app 應該說瀏覽這個作品牆的時候 你幾乎 你只要重新整理 你就找不回你之前買的作品的時候 那別人又怎麼知道要怎麼買它 所以那個時候 這是我當初的一個疑問 就是 這個世界真的超酷 有很多藝術家用各種方式在創作 然後用各種不同的風格和語言 但是我應該要怎麼去開始 然後其實是沒有人交召你的 所以變成要 自己在其中 慢慢的去摸索 那好在的 就是剛剛的一個 它其實是作為一個原向基礎 但後續其實有另外的人去開發的另外一個平台 就剛剛大家看到的 火比JKT 它是把 Hickenden的資料 把它fog出來以後 做成一個賣場的頁面 所以它背後是串聯到同樣的 同樣的資料 同樣的作品 但是它提供一個更像是賣場 更像是一個hub的方式 把這些作品的市場性給連結起來 比如說 它在它的首頁上會有Hidden Jam 是他們的編輯 他會選一些作品出來推薦 那有時候常常會有主題 會有比如說這次 這個禮拜都是藍色的作品 下個禮拜都是 比較是植物相關的作品 再下個禮拜是手繪的作品 再下個禮拜是動態跟數位原生的作品等等 然後 右邊你會看到它 右上角 你們之後如果去操作就會看到 它有一個live 有點像live theme 其實跟opensea有點像 就是你會看到大家正在買什麼 所以它也變成是 相較於剛剛前面 你看到像instagram那樣的東西 它更有一個引導你進入 然後知道大家在看什麼 在挑什麼 在買什麼 這樣的一個入口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是hub collection 然後 top seller跟creator等等 還有這個禮拜 這24小時來 就是販售價值最高的作品等等的 那這個賣場的界面 其實就賦予了剛剛前面那個heak and learn 只是看作品這樣的一個平台 更多的內容 然後也更多的訊息跟了解 那除此之外 應該說跨過了我該 初步的該怎麼找作品的這個段落以後 接著你會有更多好奇 就是我到底要怎麼樣掌握 盡可能足夠的資訊去幫助我了解我該怎麼買作品 除了網站跟賣場本身以外 然後剛剛大家都有加入telegram 然後另外在web3還有nft區塊鏈的環境裡面 其實有很多人會透過discord來開設他們專屬的頻道 討論的頻道還有社群的頻道等等 另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工具就是twitter 這個應該可能大家都略為知道 就是在web3的環境裡面 其實大家都很習慣用twitter 而不是facebook 作為他們的社交媒體 那我也一樣 而且在這個nft的領域裡面 你要掌握足夠的訊息的時候 你會很希望去追蹤一些大家會說的KOL 就是他們買什麼大家會跟著買的 特別是在TASO這個地方 因為相較於以太可能大家知道一些很大的專案 它是一個專案一個專案來去package他們的作品跟計畫的 但在TASO其實很多是藝術家自己發的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是一個藝術家的刺激 是可能每天發一張 每天發一張 或者是一個禮拜發一張 它並不需要是一個非常大的很完整的project 才一次試出來 所以它就變成你需要時時刻刻的去更新跟follow各種各樣的資訊 所以因此我除了follow藝術家以外 也會跟隨這些在社群上很知名的人物 去盡可能的多認識這個環境 那除了跟隨跟購買跟跟隨以外 那我自己也慢慢的試著去 我也在想說既然我都跟著這些人買 那我有沒有一個方式讓別人 我也想要分享我自己的喜好跟我自己的美學 或許也有人會跟我有一樣的共鳴 或者是有一樣的喜好 所以我也慢慢的開始在推特上自己在經營我所喜歡的藝術家是誰 譬如說在這裡看到的是台灣藝術家阿亂王星人的作品 還有剛剛寶晨也有提到金瑶跟林一文的作品等等 那我會盡可能在推特上去分享這些台灣藝術家們 那希望讓國外藝術家也 國外藝術家也 國外藝術家也都可以看見 然後另外一個是大概比較晚一點 大概半年 我開始認識Tazel Energy 大概半年後才出現的一個服務 它叫做Crypto Noise 它變成是一個還蠻重要的工具 特別是掌握市場行情 還有藝術家鑄造跟發行作品 那這個也在以太上可能有別的工具 但在Tazel上這個Crypto Noise是非常好用的 你可以加入藝術家的錢包 那它每次鑄造作品的時候 你就會受到通知 所以在藉由這些前人所打下的基礎平台 以及各種各樣的工具 然後我突然覺得 從剛剛一開始進入He cannot 那個好像是很K案的時代 所以你都不知道你要買什麼 不知道這環境長什麼樣子的時候 然後在我認識那麼多工具 認識那麼多藝術家 然後也follow很多人 也被很多人回follow 我覺得我自己的經驗值好像慢慢在一點一點增加 而且是可見的 然後突然覺得自己很強 從那個黑暗時代就變到了城堡的時代 然後甚至我有一個自己的國家 我有自己的品位 我有自己的範疇這樣的感覺 然後好像慢慢的人就覺得 你好像可以在這個 因為NFT算是一個訊息遊戲 然後慢慢覺得 我可以在這個訊息遊戲裡面 訊息的零和遊戲裡面 搶得一些先機 就是我知道 我比別人更早知道我要買什麼 或者是我可以更早知道我喜歡的藝術家要發作品 或者是熱門的藝術家要發作品等等 但也在同時就會發現有不只一片 但是應該說有些特定的群體 開始在做一些事情 它好像跟剛剛所說的訊息的零和遊戲不太一樣 它是基於分享的性質 在做新的平台跟書寫新的概念還有語言 還有分享他們的故事 其中一個我很喜歡的 其中一個我很喜歡的 是一個叫Right Click Save 它是有一個 算是一個 一個團體 叫 Club NFT 那他們是一群藏家 然後也有技術背景的人 然後也有文化背景的人 共同組成的一個組織 那在這個平台上 他們會不定期的書寫 關於藝術文化 然後加密藝術文化 然後還有這個環境 以及這個圈子正在發生的事情 一些文化跟整理 那在看 在這個Club NFT 看他們書寫的這個平台之外 然後後來 沒關係 這張也是一樣 那我也發現說 這個Club NFT的組織 它有 後來有開發出兩個產品 一個產品是它可以 你 備份你的NFT 特別是在 例如說包含以太 跟TESOL的鏈上面 然後 你輸入你的錢包 它就會把你的 你持有的 NFT的用家Meta Data 下載下來 變成一個封包 但它並不是要你打開來 而是哪一天 特別是那些有上傳到IPFS的NFT 因為 NFT的圖像都是放在區中心 分散式儲存的架構裡面的 但是並不是每一個圖 跟TESOL的Meta 都可以 都可以保證永久的串在一起的 所以它是提供一個PIN 去PIN住這些圖像 在分散式儲存的圖像 跟鏈上資訊之間的這個關係 它幫你把這個關係保存下來 以免哪一天 譬如說 還有一些作者 或者是 就可能沒有付IPFS的儲存費用之類的 你可以幫它把這個圖 重新輸存回去 所以它是一個讓你 保存跟持有自己資產的一個服務 那這是 那個是第一個 Club NFT 他們所推出的服務 保存你的鏈上NFT資產 那另外一個我覺得 很有趣 非常有趣的服務 這叫做Pathfinder 它是在幫助你找到 新的藝術家 跟新的NFT的一個服務 而且它只在TESOL之條鏈上 那它開發這個產品的時候 它是先詢問了一些社群主要的大廠家們 還有一些社群活絡的朋友 在社群園非常活絡的主要的夥伴 那去問他們說 你平常是怎麼找NFT作品的 你怎麼知道你要買什麼 就像剛剛我最初的那個提問這樣 因為在TESOL這地方 藝術家就是想罰就罰 它不是一個特定的時間是釋出的 然後這些廠家們就回覆這個Club NFT說 他們除了一樣透過推特 透過各種資訊管道以外 另一個他們最喜歡的方式就是去Follow 他們喜歡的長家 去看他們的錢包 因為在鏈上的資訊裡面 錢包都是公開可以查到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別人的錢包裡面持有哪些Token 那在這些長家的錢包裡面你可以去看 比如說你喜歡這個長家的品味 那其他購買的藝術家 就變成你也有可能會喜歡去找到這種共鳴跟相關性 所以在Club NFT做了這個訪談以後 他們就決定開發出一個產品跟服務 是透過一個演算法去建立 廠家跟廠家之間的有點像知識圖譜一樣的關係 那當你這邊你輸入你的錢包的時候 他就會去抓你錢包裡的NFT 然後幫你去延伸出去 這些NFT你跟哪些廠家有交集 那這些廠家他買過的東西 你就也有可能喜歡 他就會呈現在右邊這個欄位裡面 然後你可以設定說我不要買太貴 我就把價錢定低一點 或者是你喜歡特定在什麼平台上的作品等等 你可以設範圍 他會幫你找出那個交集 那我當初看到這還蠻興奮 因為這個跟前面OBJKT的那個首頁推薦 是完全不一樣的邏輯 那個首頁推薦是人去選的 也就是它是有主觀跟某種中心化的選擇在裡面 但在這個Club NFT的服務裡面 它裡面是盡可能用分散式的方式去推薦給你 然後是基於你所持有的Token去生產出來的 那這我覺得是非常有趣 那這也解決了就是 比如說我剛剛一開始的問題 當寶神帶我進來的時候 其實寶神不可能一直跟我說我該買什麼 因為作品太多了 一開始進來會很無助 因為希望有人跟你講你該買什麼 但是寶神是沒有辦法告訴我 因為作品真的太多 然後我也不可能問他買什麼是會賺 那需要自己觀察 那這些我是到後來 當我要跟朋友介紹進 介紹他們進來TASO之後 我才發現這件事情 那因為朋友會問我說 TASO那麼多作品到底要買什麼 買什麼才會賺 然後他不知道他喜歡什麼 那這個Pathfinder這個工具出現 讓我有一個很好的起點 去介紹我的朋友進來這個 這個鏈上 然後去認識NFT秘書 然後那時候我介紹這個工具給朋友 他也覺得說這個方式很有趣 因為他不是人工手動中心化的推薦 但是他就問我說 那這樣你不就是要先買NFT嗎 我說對啊就是要先買 但是我跟他的回答是說 你現在在以太你買一個 比較decent的專案吧 或者是一件作品 至少都0.1以太嘛 那但是0.1在以太在TASO大概是100TASO 也就是說你在以太買一件作品的價格 你在TASO其實可以買100個藝術家的100件的作品 那這些已經足夠你去經歷我剛剛所謂的從黑暗時代 慢慢到封建時代的這個過程 去打開你的地圖上的那個戰爭的迷霧 去認識更多藝術家 藏家跟整個環境 然後另外一個我想要介紹的工具 也是我自己很喜歡很常用的 這個叫DECA 它是一個線上策展的工具跟平台 那大家可能如果略為有一些了解的話 可能會知道有一些線上 像什麼OnCyber這種3D的3D環境裡面擺放你自己作品的設展空間好了 或者是展示空間 但是這個DECA它完全不是3D的環境 它其實就像在網頁上排你自己的圖片而已 那但是它非常的易用 它真的就像在網頁上就是在編排網頁一樣 但它有幾個特點 就是你不只可以去Curate你自己的Token 你也可以去放別人的Token進來 你只要給它那個ID 它就可以放進去 它不是基於你的所有權去做這個策展的 那我覺得這一點非常有趣 像右邊你們看到那個是 我很早以前用這個DECA所做的排版 那裡面有排一些我喜歡的藝術家的作品 還有包含台灣藝術家的作品等等 那我之所以說為什麼你可以策劃別人的作品是很特別跟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這個不是基於所有權的策劃 那這個是一個例子是 就是三位台灣藝術家 阿蘭林金耀跟林一文他們合作的一個系列叫Collage 那這個系列它一樣就是深層藝術 就是透過代碼深層圖像的作品 那每一百次每一次的深層的Iteration 它的圖面都會不一樣 但都是基於同一個代碼深層的 但當你一張一張看的時候 當然中間那張很明顯就是一個花朵的圖樣 那右邊可能是風潮或者是結構性的圖樣 但左邊你就想說有點像山 但那一條袋子到底要幹嘛 那這個是我當時用這件作品來 用DECA來排版的 抓了幾個不同藏家的Token把它排在一起 那在不同Token之間 如果你可以不用所有權去看待這些 這些個別的藝術物件好了 而是你有一個工具可以把兩個人之間 不同的Token串在一起的時候 它有可能形成新的意義 甚至是新的連結跟關係 那這是我覺得DECA這個工具 對我來說蠻好用跟特別有趣的地方 那也漸漸的在DECA上面 它也就這樣形成了一個屬於自己的社群 這個社群其實對我來講 可能它還沒有到像Facebook或Twitter這樣 因為它畢竟還是基於NFT的 可是我會理解它是一個初接版的社群網場 只是你PO的每一張圖跟 每一張圖跟丟上去的物件 它都是一個代幣跟Token 這個是基礎本人 那時候因為我幫他排了這個版 然後他就非常開心 就把他POINT在牆上跟他合照 然後另外這個DECA的 剛剛說的這個測展服務 它還有一個蠻有趣的 這要叫什麼 平台 平台自己發行的NFT 就是你在上面使用它的服務的同時 你也可以去免費的鑄造一個叫DECA GOM的圖片 其實就是後面看到那個像幾何方塊組成的圖片 它是免費的 有點像你去領一個加入這個服務 加入這個空間的一個身份證一樣的感覺 好 你們這樣看不到 但我覺得有趣的地方是 它的這個DECA GOM這個圖片 它是可以成長的 比如說你看到右下角它就是白白一格一格 但是它會隨著你在裡面 比如說你策劃你的展覽 或者是你去看別人策劃的展覽頁面 你跟它互動 留下留言 或者是按Live 或者是轉貼 你會獲得一些經驗值 那用這些經驗值 你可以慢慢的升級你的這張身份證 所以隨著你在上面的策展越來越多 說的故事越來越多 你的身份證就會長得比較不一樣 長得越來越特別 像是一個小小的城市一樣 所以對我來說 這有點像是 一種Sudo-DID吧 就是它並不是真的有鏈上身份的意味 但它已經很接近了 然後是用圖像跟生成因素的方式去表達 好 然後這個是DECA 它在某一個推特的貼文裡面在介紹 它說 羅浮宮跟MOMA 其實最初最初 其實就真的是死於一個很小的collection 或是策展而已 它那時候丟的那張照片是右邊那個 應該是 好像是羅浮宮最早一個 只是一個salon而已 就是幾件作品 但現在它卻是 每個人到法國 到巴黎一定會去看的一個美術館 我們所認識的 藝術跟文化的精髓 以及歷史的傳承 都在那個裡面 但它其實就是死於一個很小很小的點 就是把一些圖樣掛在牆上跟別人分享 對 然後這個是羅浮宮裡面 然後這個是之前也有 有次分享也有提到的 就是大家有看過這部電影嗎 人類自己 然後我很喜歡這部片 它是在講一個有點像近未來的 反目托邦跟末世的一個場景 就是在那個 在那個未來裡面 人類是絕育的 所以大家是基本上處在一個很 很 你知道什麼 我想不到 那個詞 很悲觀 對對對 然後沒有未來 因為你沒有小孩你就沒有未來 所以其實在那個世界裡面 大家是不care文化的 文化不重要 就是神活著就好了 但在裡面的其中一幕是 電影裡的主角去拜訪一個有錢人 那因為那時候大家沒有人care藝術了 所以他就把 米康吉尾的雕像搬回自己家 自己欣賞 那 這個截圖影片是 ZZAK 一個一個哲學家跟志向家 他在review這部電影的時候說的一句話 他說米康吉尾放在家裡有什麼意義 他其實沒有意義 一件藝術品 當然他的雕工細緻啊 然後想法很很傑出 這當然是他富有的屬性 但藝術要有價 他是要對眾人有價的 所以 他必須要代表 特定的價值 而這個價值 他可能反映是 這個世界對他的期望 跟 對他的 你叫什麼 共鳴 所以這也是 如果 我們等 往回去倒帶吧 就是我加入 NFT 然後進入Tazos的第一天 看到那個平台 就是 如果 如果 我只在那個平台上 大家只在那個平台上 做交易 其實這些作品 你可以想他是沒有 不會有價值的 就像剛剛 寶博也有提到的 就是 你必須要有很多的工具 人事物 去串聯起來 讓大家去可以 有一個方法去辨識它 它才會具有價值 有一個方法去建造 這些 藝術品背後的世界 它才會有價值 這是我的理解 所以 像我跟寶晨在過去一年多裡面 因為我們兩個其實都算 算 有一點藝術的背景 那我們就會 當然有很多朋友都是藝術圈的人 所以就會時不時看到 大家會對 NFT藝術 就是冷言冷語 或者是抱持慣望等等 但這些其實是可以理解的 但也漸漸的 也是因為這些批評 這些冷嘲熱諷 會讓我們去想說 這一年裡面到底我們經歷什麼 那為什麼我們一直到現在 還願意相信它是持續 它是可以有價值 而價值跟價格之間 又是如何取得平衡的這件事情 那這也是我們一直在思考的事 然後這邊可能大家會覺得有點跳 然後這個應該會蠻多人會知道 是一個PS 應該是PS4吧 的遊戲叫死亡擱淺 那我之所以會想要提這個遊戲 因為這個遊戲 跟不知道 不清楚的人說 它就是也是在一個未來 近未來 然後世界發生了不明的災難 然後導致說 生與死的界線變得模糊 現實跟虛弱的世界也變得模糊 甚至在世界 同時在這個世界觀裡面 它會出現一種叫BT的生物 它是會把人抓到 從生物抓到冥界去 然後也會引起一種叫做虛寶 總之它會把世界搞得 蠻目創意 那在這個世界裡面 其實地表上是不宜居的 所以大家都會住到 避難所裡面去 那在這個遊戲的設定下 我們的主角就是被 美國總統賦予重任 要在全世界各地去送貨 所以這個遊戲 也被大家戲稱為是送貨的模擬器 特別是在 我覺得這個應該也是差不多疫情的時候吧 所以疫情的時候 就是大家同時也在叫外賣 然後在家裡去玩這個 在全世界幫大家送貨的遊戲 那這個 這個遊戲奇葩的地方就是 它真的就是只是在送貨 而這個送貨過程一點都不輕鬆 雖然說這個世界因為沒有人機 然後雖然有點滿目創意 但其實還是非常美麗 但是也因為這樣送貨過程其實一點都不輕鬆 就是你要翻山越嶺 然後要渡河等等 但也因為你必須要送很遠很遠的路 那在遊戲的進程裡面 你會開始獲得一些資源 那這些資源會逐漸的會協助你去克服這些地形 以及路途的遙遠 比如說本來有一個重點 你必須要繞路的 但在你的中期可能獲得一些資源以後 你就可以架橋跨過去 或者你可以有車 有什麼叫什麼外谷歌 有一些輔助的工具 然後另外一個我覺得 為什麼會想要提這個遊戲的點是 當你遊戲進行到一定的程度 你在你送貨送很多 在越來越多的地方 建立起連結跟網絡之後 你會發現你的世界開始有其他人 他們是叫什麼異部統異部連機嗎 就是你會看到其他的玩家 所建造在地圖上建造的設施 會在你的世界出現 然後你就可以使用它 比如說別人蓋著橋 別人掛的鉤索 讓你穿過 讓你直接從一座山滑到另一座山的鉤索 會出現在你的地圖上 而你在你的地圖上所做的改變 讓你自己變得更方便的一些改變 讓你去了解跟建構這個世界改變 也會出現在別人遊戲裡 跟別人的地圖裡面 成為彼此的基礎建設 那這是我覺得 我會把這個遊戲 跟我們剛剛的NFT的旅程 還有參與在Web3的環境裡面 來做一個類比 之所以會想要把它做一個類比 其實我們參與的這個 不管是NFT Crypto還是Web3的環境 它並不是一個被動的世界 甚至包含藝術 它都不是一個被動的意義 而是每一個人對我來說 就是要做啦 就要積極跟主動的去參與的 那至少我在裡面也會選擇是怎麼做 比如說我喜歡的藝術家 我也希望能幫他們策展 或者是幫他們分享 畢竟我也希望他們的作品 價值能夠提升 那價值提升的方式 就是讓更多人都想要他們的作品 對我來說是很簡單的方式 也是在這一點點分享跟連結過程中 我發現剛剛說的我的視野開始改變 那其實我的世界跟旅程的旅行的過程 好像也慢慢一點點的被雕塑 而且在這個過程裡面 好像可能外面的人吧 大家都會認為說 那就是每天都只談價格 而不去談它的價值 然後都只談錢 然後談漲跌等等 不過對也沒錯是在談漲跌 但比如說這個事件吧 這個是 欸是什麼時候 LUNA什麼時候 我都忘了 總之 LUNA爆掉的時候 那時候就是 一片就是 愁暈產物嘛 然後沒有未來 那一位藝術家 他這件作品也沒有發行 他就只是 生成了一張圖 然後他在社群上就是鼓勵 鼓勵大家說寫的一段話 那 我也沒有買這些作品 然後大家也沒有任何方式買 那你會發現 當越來越多這樣的聲音在發生的時候 這個空間對我來說 它就不是沒有溫度的東西 那這也反映到說 因為我接觸這個環境吧 是剛好就是在疫情的時候 就是哪也不能去 然後剛剛前面提到 我的團體跟我的組織跟我個人 是做很多跨文化跟跨國的交流的 其實也都沒有辦法做 甚至必須轉成線上 但是在這些線上的交流 遠距的活動裡面 你總會感覺說 就是燒不到氧出的那種感覺 總是不如親身見面 但沒想到我卻在一個 要說極度虛擬嗎 或者是完全數位的環境裡面 在NMP的社群裡面 好像找到了一點溫度跟溫暖 在兩個人之間的感覺 好 這邊其實就是剛剛提到的東西 所以 其中一個深刻的感覺就是 每個人都在用他們自己的能力 或者是技術在雕塑這個空間 因為 對我 以我自己來說 我是完全不懂扣 我是沒有任何 可以說沒有任何技術的 但 我可以選擇做 我可以做的事情 比如說剛剛用DECA這個空間去測載 然後 跟其他的廠家跟音速家建立關係 等等 那同時我也享受其他有技術的人 所建構的服務平台 或者是技術建設 並且試著去使用它 去探索它的可能性 所以就回到剛剛前面的標題 獲得工具 找到靈感塑造環境 那這其實就是原來這一年多的 按照提著衝浪的一個到目前的一個感想 那它是影製全球概覽這一本雜誌 那這個雜誌其實蠻有趣 我不知道大家認識的有多少 它是一個在60年代的價值 它實質上 它其實是一本行錄 有點像油垢吧 大家知道油垢是什麼東西 應該很難 但 它其實是一本賣東西的書 在這個全球概覽裡面 它賣的是可能 比如說你在家裡做的DIY的工具 你在家裡做的小農的產品等等 然後60年代這個是還沒有網路的時候 它就想要用一本雜誌 然後跟販賣商品 來去重新認識這個世界 是什麼樣子 如何把一個地方的知識 跟一個地方的產品 一個地方的經驗 分享到另外一個地方去 大概就是這樣 最後我只是這幾天 臨時看到的一句話 然後我覺得 我也還沒有一個很完整的梳理 要怎麼去延續這句話 但是這句話是從 今年底把會發生在台北 智利美術館的台北雙年展 這是三位年輕的社展 他們在公開他們的理念的時候 裡面提到一句話 它是引述之 英國的作家 評論家 兩個叫什麼 Fisher 我幫我寫他們名字 好 我看你寫在哪 看你寫在哪 他這句話是 我們不再是理省的各級 而是網路中的一份子 我們是否能發展出這種 親密的關係 但卻又同時是公開的 那集體卻有反社會的形式 那其實這個跟我參與在 鏈上吧 的感受是蠻類似的 比如說我的錢包 我的資產 藝術是私有的 但藝術卻也同時是公共的 所以它不只是躺在我錢包裡 每個人可以查閱 我也同時可以把它分享出去 像剛剛 找成頭作品給你們一樣 又或者我是透過Data的社產工具 用一個故事去訴說它 所以它既是公共 但也是親密的關係 然後集體跟反社會 其實也是在這個社群裡面 可能到目前一直在持續 以及辯論的 它當然是集體的 是人與人之間的聯繫 那這邊的反社會 我也在想要怎麼去詮釋 因為其實本身區塊鏈跟Crypto 它的原體其實是蠻反社會 至少是去反思我們當下的社會 以及我們想要去修正一些東西 所以這句話就變成 在我前一天看到在一個 視覺跟當代術的展覽裡面 提到這句話 那我就覺得很適合去反應 反應我這一年來的 我這一年都來的旅程 以及或許接下來 大家會參與進來的旅程 而既然我不是很確定說 在做的 對啊就是大多應該是製工器 所以剛剛前面這個 獲得工具找到靈感這部分 就會想說第一句應該要改一下 從獲得工具改成製造工具 對 因為真的在這個領域裡面 當我本身真的不是科技技術領域的 但當藝術跟技術相遇的時候 我覺得在這個領域裡面 學到很多 然後也重新回去看 藝術文化跟價值的生產 究竟是怎麼產生的 應該說是重新觀照了這一遍 它的生產的邏輯 而這裡面技術其實佔有 蠻重要的位置 然後也希望說 在未來如果有機會的話 真的很歡迎大家可以進到這裡 領域 然後提供你們 投入你們的技術 並且 教訓你們的想法 然後讓整個社群來一起 來去探索它 好 就是這樣 謝謝 感謝士東 謝謝 謝謝 bastante 謝謝 謝謝 吧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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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